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不同的钱包种类吧,看看我的几种钱包 这个是我的一个纸钱包,有它的public key和private key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硬件钱包,所有的钱都在这个里面 不论你是硬件钱包,纸钱包,还是这个网页端或者手机端的这种hot wallet热钱包 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你的这个private key 好,给大家看一个如何创建纸钱包 首先这个网站叫做walletgenerator.net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在这个右上角选择你要的币种 比如今天我们要一个这个狗狗币的钱包 那么你就下拉选到这个dogecoin 然后网页需要这个刷新一下,稍微等他一下 好的,然后我们再skip 好,这时候网页,你看这有一个,这是一个single wallet 然后它已经给了我们一个private key和一个public key了 那比如说我们要把它打印出来的话 我们换一个paper wallet 然后paper wallet呢,它就会生成出这样一张纸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展示过的我的纸钱包 然后我们把它print print print之后,如果你有打印机的话 建议你就是直接打印下来 最好不要存在任何地方 就是这个纸钱包 你把它打印出来之后 收好就是你的钱包了 不要给,不要把这张纸泄露给任何人 也不要放在你的电脑上 对,它是纸钱包 好的,咱们接着说这个paper wallet 你generate出来这个paper wallet之后呢 那public key就是你收款地址 所以你收到的钱 给别人展示呢,都是用这个public key去收钱 private key是你钱包的钥匙 收到钱以后怎么去查看自己钱包的余额呢 我们可以去这个网站叫 dodgechain.info dodgechain.info里面可以搜到所有的钱包的这个信息 你比如说这是我的一个钱包的public key 你把public key搜之后 搜索之后 然后就可以展示出你有多少个余额 然后它的交易记录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要想把这个纸钱包里面的钱取出来 怎么办呢 点击这个 这里dogechain里面有一个dogecoin wallet 进去之后 招有一个redeem paper bullet 好的 然后你把你自己这个纸钱包的private key 输进去之后 然后点击一个redeem redeem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纸钱包里面的钱 全部都取出来 发送到另外一个别的钱包的地址里 给你